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四名在墨西哥遭绑架的美国人 两人已死亡 墨西哥官员周二表示 上周五在墨西哥北部城市 马塔莫罗斯 被武装枪手绑架的四名美国人中 两人被发现已死亡 另外两人还活着 其中一人受伤 幸存者已被安全地送到美墨边境 美国官员表示 这帮枪手可能抓错人 FBI为营救被绑架的四人 并缉拿范贤 悬赏5万美元奖金 二十周禁卖堕胎药 加州州长将不再与Walgreens做生意 连锁药房Walgreens上周宣布 在二十个州的总检察长警告 该公司和CVS可能因销售堕胎药 而面临法律后果后 该公司将停止在这些州 通过邮寄方式销售堕胎药 加州州长纽森发推文 抨击Walgreens这项决定 并表示加州不会与该公司开展业务 也不会将女性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公司做生意 仿诈骗FCC 不要接听来自某些区后的电话 根据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数据 2021年约有6000万美国人 报告了电话诈骗事件 FCC官员提醒大众 永远不要回拨不认识的电话号码 除非先进行了调查 并将其确定为合法号码 如果您回拨诈骗电话 有可能会被连接到被收费的美国境外电话号码 国际长途电话费用将出现在账单上 为消毒孔寒军 Farmatica USA召回眼药水 眼药水 Purely Suicing 50% MSM Drops 由于该产品为做消毒灭菌处理而被召回 Farmatica USA公司发布的风险声明指出 使用受污染的眼药水可能会导致眼睛感染 从而导致失明 建议客户立即停止使用并将其退回购买地点 目前没有任何相关的不良事件或疾病报告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